- 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宗葵聊建筑 大家可能听过明治桥 那现在就是台北市美术馆旁边的中山桥 其实这座桥有历经过非常多不同时期的 新建、拆除,然后再重建 那我们现在在使用的是第三代 第二代桥是让大家公认最优美 也最具有历史价值还有共同记忆的 但是它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 就被台北市政府给解体 当时并不是拆除 而是以一个马上就要重建的这样的承诺之下 先把它解体 理由是因为当时的市政府认为这座桥 阻碍了基隆河的水流 造成了细致的淹水 但我们后来看到了原山子分红道 就是让整个基隆河的水流更加的顺畅 就是河上有没有这座桥呢 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重点 那当时到底为什么要去拆这座桥 以及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办法去把它重组起来 我们先回到新建第一代明治桥的1901年 1901年在台湾有一个重要的建筑完成 就是台湾神社 台湾神社呢 它在基隆河的北岸 如果我们要从台北市区通往神社的话 一定要新建一座新的桥梁 那当时有著名的结构技师石川嘉太郎所设计 落成了之后十年呢 在1912年再由高石祖去做了钢筋混凝土的桥梁的铺面 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就是建筑营造的工法和技术的捷径 虽然它只有短短的一跨 但是呢 作为通往台湾神社的参拜神桥 它相当慎重的使用昂贵的派克斯杭架花梁钢桥 从台湾神社的全景图 可以看到图面的右下角 就是第一代的明治桥被划入全景图中 1923年在日本发生非常严重的关东大地震 有关单位他们评估第一代的明治桥呢 还有可能在台湾地震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震度 所以他们就在下游新建了上层开覆式的钢筋混凝土的拱桥 那从就是选择位置 然后到编列经费预算 然后到开工 以及到了完工 其实已经是1933年3月的时候 那花费的工程费是当时的69万5千日元 两代桥曾经并存在基隆河上短短一段时间 后来第一代的桥就被解体了 那我们看到了第二代的明治桥全长120公尺 宽达17公尺 它主要的栏杆是由花岗岩所制作的 桥柱上面有四座石灯笼 那里面是有电线 可以让它晚间是有照明的功能 以及两侧还有装设的青铜的灯柱 非常的慎重 就是基隆河其实并不宽 那这座桥也并不是很长 但是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装饰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比拟在日本 非常重要的日本桥 上面有非常多桥梁的装饰 那它作为台湾神社去参拜它必经的道路呢 上面也时常是有非常多的合影流念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历史照片 都是在桥梁的两旁 然后大家到此一游 然后在拍照的时候 当然主角是那些人 但是也会把背景的这个桥梁同时的入境 1900年9月18日 而元太郎总督他在任内呢 就通过了创建台湾神社 那台湾神社主示的是 暂时在台湾的北白川公能久亲王 以及开拓三神 我们可以在老照片看到刚开始盖神社的时候 还在整地的阶段 周边的植栽还非常的稀疏 所以反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社的格局 那我们通过了刚才说的明治桥之后呢 首先会经过第一道鸟居 这鸟居它也有经过修建 所以它一刚开始是神明鸟居 那它再到后期呢 又改成看起来比较气派的明神鸟居 那在经过鸟居之后 还没有马上的到了神社 你还要走一小段山路 那这一小段山路的两旁呢 其实在老照片里面充满了石灯笼 都是当时的机关会社 还有同乡会他们所捐赠的 在石灯笼上面都可以看到奉献 以及是谁出资去做这一座石灯笼 但是有提供他们标准图面 所以大家去捐献的这个石灯笼呢 大小尺寸规格甚至使用的食材都是相同的 然后终于最后走完了参拜道 就是望向了台湾神社的本店 也可以看到通过了第二道鸟居之后 两旁的石灯笼持续的排列 但是呢也开始出现一些神社的附属设施 包括像是守水社 像是社务所 那这个神社呢 它在整个日本时代 是宣传日本统治台湾 以及台北观光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 但是到了1935年 就开始认为说原本的神社腹地不够 如果要扩建的话 还不如我们在旁边再找一块更大的腹地 盖一个更新的神社 所以就决定了要去新建一个 所谓台湾神社新禁地 也就是在隔壁盖一座新神社 那不只是神社 旁边还有很多就是跟神道相关的设施 包括像是国民精神研修所 它是1938年落成的 然后1942年呢 有一个就是跟现在的晋国神社 非常类似的精神 有一个护国神社 也盖在现在的大直基隆河边 那台湾神社的扩建工程是从1940年代开始的 它的木材来自台湾的阿里山 石材呢是来自士林的山区 可是还不够用 分别从日本内地 甚至是到了中国的厦门都有采购 那1942年举行了上洞祭 1944年决定要在里面增加祭祀天造大神 所以就把它升格 更名叫做台湾神工 但这个工程其实还没有做完 就是还正在增建的过程呢 十月就因为一个空难烧毁 一直到了中战时期 就并没有再去持续地把它完成 到了战后 中华民国政府呢 因为来到台湾之后 就把神社给拆除了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给产平 由蒋宋美林组成的财团法人 台湾敦牧连仪会 他们是接手了这个神社的空间 把它改名为台湾大饭店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原山大饭店 从战后早期的照片可以看到 非常有趣的是他们把神社的鸟居 在初期还是沿用作为饭店的大门 到了后来才把它拆除 改成是那种中国充天式的牌坊 但是初期还是沿用了很多神社的设施 包括像是社务所 这些原本都是相当神圣的 就是神道的神职人员运用的空间呢 他们在饭店使用的阶段呢 被拿来当作游泳池的附属设施 中间的参拜道也往地下挖出一个游泳池 供当时的饭店所使用 在当时的台湾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规格的 国际饭店的时代呢 这个原山饭店它提供了非常多高级消费 重要的一个修气的功能 我们从空中俯瞰早期原山饭店的一个配置图 可以看到它完全继承了台湾神社相当优良的风水 以及无敌的视野 1973年10月10号的时候 也因为原本的饭店空间不复使用 于是聘请了建筑师杨卓成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中正纪念堂的建筑设计者 他设计了一个高达14层的新的中国宫殿式的原山饭店 那各位如果有高雄的朋友就会知道说 高雄也有一个非常相近的建筑 同样也是由杨卓成所设计 只是楼层并没有这么高 那他采用的最具象征的是一个黄色琉璃瓦的屋顶 这个在中国清代 它其实是皇宫也就是紫禁城才能够使用的屋瓦 即便是非常高规格的亲王府 我们也会看到它是绿色的瓦片 只有皇族的宗室能够使用黄瓦的这件事情 来到了台湾变成了是无法反攻大陆 无法在中国取回政权的国民党 他遍地的在台北到处的去盖这种黄色琉璃瓦的建筑 来象征或者是说来诉求 他们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 我们再回来看到原本的明治桥 它在战后呢 当然不可能再持续的纪念明治天皇 所以把它改名叫做中山桥 以及在台北市长高玉树的任内呢 把桥上的这些石灯笼 青铜的灯柱全部都产平 理由是为了要让原本的两线道可以拓宽成四线道 所以桥面变宽了 如果我们知道战后的两位蒋总统 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到了蒋经国 他们在台北居住的地方 就会知道不管是在阳明山 或者是在大直的七海寓所 中山桥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士林或者是中山区通往总统府上班的必经的道路 也就是说这些统治者、领导者 他们的护卫车队需要有足够宽敞的马路 让他们可以畅行无阻的通过基隆河 那这座桥在高玉树市长的时候 就受到了第一次的比较大型的面貌的更换 那从后期的俯瞰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高架桥 他们逐渐完成之后通过原山 那原本的中山桥就慢慢的遭到了掩盖 虽然还在 但是已经失去了他在作为台湾神社的神桥 那个时代的神圣性 他变成了非常多后期的新建的高架桥 底下的一个小小的不企业的设施 直到了2002年的马英九市长任内 就以重组为前提 他把明治桥完全的解体跟拆除 但并没有捣毁 而是放在旁边的债村游泳池 一个废弃的游泳池 跟市民讲说 我们将来会去寻找一个适合的场域 再把它重组回来 直到现在2023年还没有重组 马英九不但当完了两任的市长 也做完了两任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仍然没有履行他当年的承诺 那我们期许接下来的台北市政府 虽然当年的市长不是现在这个市长 但是作为一个公部门对于社会的承诺 迟早是要去把它完成的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林东奎 聊建筑 我们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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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